好家伙 我们加4个点燃 乖乖 那这局游戏对线打掉肯定是很频繁的 你看我们上路两个近战战士没有位移到 换血概率肯定是很频繁的 中路两个也是近战的 点燃脚跃有伤害的 下路软斧打软斧 软斧打软斧的话他的换血 嗯没有像上中那么的频繁 螳螂来说他的刷野能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你如果能抓到机会的话 也是可以去抓人的没问题的 这个分段怎么说呢 个人发育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你能不能带到节奏是最关键的 反正这一局游戏来说上中肯定是好打 你看这个中单带的是电行加电燃 这个爆发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 而且你要注意这一局游戏啊 首先作为打野来说 帮中是最好赢的 但如果中单玩的是飞机那种英雄 比较吃发育的什么沙皇流浪飞机 那就算了 但是这个中单是有一定战斗能力的 他前期的爆发是不出刺客的 所以这一局游戏多看上中 鳄鱼起来了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也是比较容易带节奏的 因为你要先明白我前面跟你强调的概念了 小丑不是一个自己能carry的野核英雄 所以你是需要有人跟你一起c的 一起跟你带节奏的 明白我意思吧 明白 那你就要考虑一个关键的点了 记住这一句话 帮谁收益更高 记住这句话 有的时候你帮下路两波 可能不如帮鳄鱼一波 下路两个人这一把 主要是软斧打软斧 确实没有那么好做文章 来作演了 多看一下你附近的两条路的换血情况 然后决定三级该做什么 主要我打野要打被刺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 也要鞋平 这也要鞋平 这是打野的基本功 必须要做的 你看兵线 中路的兵线是往对面塔下推的 对 这种推的线就不好抓 我想来把他越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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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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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线推过去冰线推过去 他上路没有闪见了记住了 他TP 还有一波线没推的话 这里做的不够完美了 逃狼是双buff加蛤蟆开的 算了我也走了 双buff加蛤蟆开的逃狼 上面只有一个三郎 下面有两组野怪 他知道你在上面 他很大概率 等下回去下面了 告诉队友 你看我们下路压线呢 看我们下路压线呢 一定要多发信号像这样子 这样子 优势开局上中都是优势上中都是优势 唐龙露了唐龙露了 来了来了来了 那边 还是12个刀下河系还在啊注意看到补刀还是12个刀 给过希望他不走没办法了,做了我们该做的了 看中路的兵线还有上路的兵线全是回推线呢 机会有很多 把时间放在最容易扩大优势的点上面去 抓人推线很重要 给你画重点 上路是回推线,他的闪现跟我是同步的 狠狼现在应该也是在上半区左右的 杀了就行,其他的不重要 思考狠狼的位置,他的上半野区有没有可能会抓一波中路,塞拉斯到6级了的 告诉队友 现在你是优势 不要给狠狼喘气的机会 接着思考,狠狼接下来唯一能抓的路是哪条路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只有下的 对OK,勒死他 别给他喘气的机会 关注这个 8分钟峡谷先锋刷新,这个很重要 这一波中单的大招马上也快好了,上路是有大的,铁南的闪现马上还有 20秒钟左右要刷出来了 铁南到6级了,这个先锋能拿下来的话,这局截斗就简单了 实际上 其实我偷龙是因为我只要死 看下路 这个,那我来了 有眼的,这里有眼的 他有眼他也跑不了 他能抓下路了,跟我们想的一样 这个思路好清晰啊 继续打 先锋拿下来之后,帮优势路拆一个一塔 你现在是优势,你不用说非得要着急出手的,没关系的 截斗在你手上面 不着急 教学的话,加左上角的Q群私聊克服 铁南复活周可能会来你这边呢,因为他刚刚在下半野区,所以他现在很大概率要来上半野区了 好 我看这个中度好像可以撞掉 最好更新完装备之后再去,这样是最稳的,露脸了 然后,铁南在那边,我先过去,我先过去 nice 一塔 我操,我这个,我这个先锋还要 等一下 看铁南的动向,看铁南的动向 我看到了 这个也是做给你看的 但是我好像那个装备不太好 你不需要说一定要去带节奏的 这个先锋你没吃到这个塔钱 只吃到了这个杜层钱 等一下复盘再说吧 刚才我怕他来搞我石头人 看好中期的资源 一步一步稳定的扩大优势,不要做冒险的事情 这把就结束了 我再强调一遍呢,不要做冒险的事情,不要给狼狼喘气的机会 抓住他脖子就要勒死他 这把唯一的 突破点可能就是下路了,所以你只要能在下路搞那么一波 小伙子你要给我火冰呢 他去月 我来我来 那就不要下 你还撤我大招 他撤我大招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下路反正这波也打过了 OK了 基本上对面15分钟点了 结束了 谢谢